很多人都說一檔NVIDIA 救了臺北股市 為什麼這麼說 就是因為在NVIDIA大漲 所以整個臺北股市 好像都動起來了 對 沒錯 其實在這一次來講 其實我們在上禮拜 我們就跟大家開始去分享 AI這個產業 對 等一下我來告訴大家 我們怎麼一路跟大家分享下來的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在今天得到了全部的驗證 對不對 AI的確帶領了 臺北的一個電子股 應該說臺股 臺股的電子股往上去做噴出 他真的貫穿了全部的科技產業 不只是有價還有量 對 沒錯 因為他是貫穿全部科技產業 因為他是從臺積電 你看從臺積電 甚至今天到下游的一些封裝測試 你知道新日財 或者說你說板卡散熱 PCB版 ABF載版 銅箔機版 全部對不對 全部他都貫穿 那當然一定有量啊 因為畢竟整個電子產業是這麼的龐大 對不對 所以今天往上攻擊一定有量 這非常正常 但是下禮拜來講的話 我覺得投資朋友唯一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加游指數 因為兩天急漲了嘛 對不對 那乖離率有點大 就跟我們當初跟大家講 乖離率過大 資金會轉往中小型股的狀況 是一模一樣的 今天急漲之後呢 下禮拜 如果再開高 如果再開高 非常容易會開始震盪整理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就掛了啦 我不是希望他開高整理一下啦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開高整理一下 他會讓籌碼沉澱 我們要不要看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十字線在這 都會慢慢往上走 但是乖離率 已經來到將近三個percent 所以下禮拜一開高 一定超過三個percent 那超過的時候 通常他就會容易震盪 我不是說他就掛了 是說加游指數 例如說全資股的部分 會比較容易在這邊 做一個震盪整理 然後接下來就資金會輪動到誰 加游指數 當然是輪到貴買 對沒錯 這兩天中小型 反而比較比較弱 對沒錯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貴買組的K棒 來看OTC 看有沒有OTC的K棒 你看這幾天都都有上線 等於有點賣壓 四月多高點都還沒過 沒錯 你講到一個重點 他的高點他都還沒過 加游指數已經在這裡了 有沒有 已經超過了 對已經在這邊了 但是貴買呢 還沒跟上嘛 對不對 所以說接下來這個資金 當然啦 加游指數這帶上去 是台積電的一個關係 把這個電子產業都帶上去 但是接下來我覺得下禮拜 只要加游指數稍微整理 貴買組是有機會 那這樣散戶會比較開心 對 所以說下禮拜來講 要好好把握機會 好好把握機會 資金可以 可以注意一下輪動的一個情況 那電子還會是主流嗎 我認為是一半一半 應該說電子還是會維持熱度 還有題材 還是有題材 就是因為有台北國際電腦展的部分 所以他會維持熱度 但是有一些整理過後的軍光航太 儲能啊 這裡這兩天都在整理嘛 下禮拜就可以找布局機會 好不好 這一點來講 我們下禮拜再跟大家講 那今天首先還是跟大家講 如果要即使知道操作訊息的話 還是會建議大家加入我們LINE的粉絲團 而且我們就走這個粉絲團 好不好 不要再去找別的群組加入 我沒有開群組 好不好 就走這個粉絲團 OK 好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從上禮拜開始 我們怎麼跟大家分享AI的 第一個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台北國際電腦展 我不是今天才跟大家 這張表示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講的 我都沒有做任何的更改 上禮拜就是這樣 那上禮拜 我在跟大家分享這個 台北國際電腦展來講的話 最主要請大家留意什麼 是不是留意這個HPC 就高速運算 那他包含什麼 就卻GPT跟AIGC 這就是一個AI的一個部分 對不對 所以我就請大家說 這個就是一個題材 我們從台北國際電腦展 不是說 他展覽的多炫的東西 不是啦 不是在說什麼多炫的東西 當然是可以看一下 但是重點是什麼 我們要從中 從中去尋找趨勢的產業 產業的趨勢 所以那時候我就告訴大家了 這裡的主軸我看起來 目前發展最好的應該就是 應該說 貫穿性比較強應該就是AI 因為他等於說是 從上到下都會 都會有一個相關概念股的社會 後面來講的話 下張自考就可以看到 後來我怎麼跟大家講 後來除了講完台北國際電腦 只要隔天我就跟大家講 AI熱潮 他會貫穿全部的科技產業 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講 大家講 你看AI第一波贏家誰 輝達跟微軟 對不對 輝達 你看今年股價大漲 特長漲了100% 漲了100等於翻倍在漲了 所以黃仁勳的 為什麼他身價那麼高 對不對 身價9000億美元以上的男人 他剛好昨天好像就來台灣 好像有在夜市被拍到 然後夜市在買買 好像麻花卷還是什麼的被拍到 已經被拍到 所以說他已經來台灣 那他主要就是要在 台北國際電腦展做一個演說的一個部分 他會發表一些演說 那他演說重點 其實說實在話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他重點是什麼 就是AI很 就是AI 對他就是深層式AI 深層式AI 他企業未來會用更多的一個深層式AI 他會把他應用在各項的業務部門上面 你說對對客戶的客服 或者說你說內部的業務 或者說內部系統的管理 甚至說文案的產生 設計的產生等等 全部都會用到這個深層式AI 所以企業把他應用到各個層面上面來講話 當然對於這個資料中心的需求 也就所謂的AI伺服器的需求 當然往上去做提升 那AI伺服器 這種高端伺服器 他需求什麼 他需求什麼 他原本的功能是什麼 功能是什麼 就是他需要高度運算 對不對 他需要高速運算 再來他是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還有深度學習 甚至他需要高速的傳輸 所以你就從這幾方面去想 你就知道 那裡面的晶片會不會重要 當然重要 以後這種AI伺服器 一個AI伺服器 是傳統伺服器的價格的十倍以上 十倍到十五倍左右 所以你自己想 他這些裡面的零組件來講話 而且都是比較高階的產品來講 伺服器賣十倍以上 你說他是毛利更高 是不是營收就會更高 這樣這個就是一個邏輯下來的 所以說當然這個AI伺服器 就是未來的主流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AI伺服器概念 我會越居台股的主流 你看這個我在上禮拜就跟大家講 我不是在這兩天 AI大展揮答財報公務 才跟大家講 我是上禮拜就跟大家講 先把我們把產業抓出來 對 沒錯 我一直告訴大家 我們盤子在震盪 或者說盤子在大漲的時候 盤子大漲 你也不要過度興奮 你不要去亂追股票 盤子下跌 你也不要太害怕 你要好好的去留意 留意什麼 留意產業趨勢的股票 是不是穩定 那時候台股在上禮拜在漲 台股止跌了 在網上噴出的時候 我就請大家去留意AI 因為AI整理過 整理過 有些個股是經過整理的 我就請大家開始去留意AI的 而且我也直接告訴大家 AI的熱潮會貫穿 全部的科技產業 你看今天台積電一直在漲 連下游的封裝測試都在漲了 對不對 這當然是一個貫穿 全部的科技產業 所以我就幫大家整理兩張表 是伺服器相關的 下一張字卡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財報論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 那他未來 我猜他明天演說內容 就是這個 未來成長動作 他就會講這段話 他會再講一次 你可以先看好不好 他明天也會再講一次 我認為他會再講一次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先看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幫大家整理出來 AI伺服器相關概念股 你看是不是全部都在創高 全部都在創高 全部沒有沒有半個例外 你看四星創意愛普 這是AI西日財 那當初我也跟大家講 AI西日財 因為AI伺服器的發展 他需要先進製程 他需要去整合很多的功能 所以AI西日財是必須的 對不對 你看創意今天是不是又創高 我們不管他會長到哪裡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上禮拜買 今天一定賺錢 就這麼簡單 你也不用管他目標價了 好不好 他現在一直漲上去 你也不用再管他目標價 反正一般投資朋友也包不住 你能賣就賣了 能獲利放口袋就放口袋 要買拉回再買好不好 要買拉回再買 你也不用管說會長到哪 要不然就留一半 你就留一半 那另外一半拉回你再買 因為其實不要說現在 應該大家都賣光了 我相信一般投資朋友已經賣光了 根本抱不住的 好不好 所以說沒關係 你也不要追了 拉回再買好不好 那再來PCB你看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AI伺服器 他會用到比較高階的PCB 他會用到高階的銅箔機板 你看金箱電是不是一直漲 我從上禮拜跟大家講 或者說這禮拜前兩天 我還跟大家講金箱電 為什麼 因為他拉回到五日線 他拉回到五日線 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金箱電你可以留意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又創高 那一樣創高過熱的賣掉 我可以直接告訴大家 上禮拜我在跟大家分享AI的時候 那時候是賣點 但是今天到今天 以我來講 我認為他們都是賣點 我認為他們都是賣點 因為幾乎每一檔乖離都非常大 好不好 所以短線上可能會整理 對 短線上 因為乖離大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急漲 急漲的話大家去想一點 籌碼一定比較亂 籌碼比較亂 因為大家很可能去追 對 沒錯 各方人馬都知道了嘛 所以全部都進來了嘛 全部都進來淌這個渾水 籌碼當然亂啊 所以股價就容易震盪 好不好 所以以我看來上禮拜是賣點 但是這禮拜 今天今天是賣點 你很誠實欸 對 我很誠實 好不好 那我認為要買可以拉回再買 要不然去買什麼 買還在低檔一點的 好不好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有哪些還在低檔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下一張字卡 下一張字卡你看 全部創高 好不好 這有幾檔個股 十檔個股嘛 全部創高 全部創高 那一樣嘛 我也跟大家講 今天我也認為全部都是賣點 好不好 全部都賣點 你看 你看散熱 我看齊鴻在整理的時候 我從一百五十三元 一路跟大家推薦 齊鴻到現在 一路推到一百八十元 我都在推薦 你看他現在股價多少錢 今天漲到兩百多塊 今天漲到兩百多塊 那我也可以跟你說 他是賣點 也不能再追了 你看我從一百三十五 一百四十五 一百五十幾 一路推薦到一百八 這禮拜在一百八十幾塊整理 我還跟大家推薦他 原因呢 原因我說了嘛 他在高檔強勢者 你連時日線都沒有跌破 股價隨時會突破 我就這樣講 但是今天呢 我也會告訴你 嗯 他是賣點啊 你也可以至少賣一半 至少賣一半 所以說散熱 當然我認為啦 整個AI伺服器 對於散熱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高 你說 以後 整個AI伺服器 他需要兩個CPU 他需要八到十張的 繪圖卡 而且他要擠在 很小的空間裡面 那繪圖 空間不變 但是要把這個十張繪圖卡擠進去喔 所以他對於散熱的要求很高 因為NVD的繪圖卡 自己沒有散熱 他自己沒有散熱 所以他對於散熱要求很高 所以散熱族群 我覺得大家還是持續留意 好不好 還是持續留意 但是一樣嘛 拉回再去找買一點 那再來呢 你看板卡 板卡就更不用講了 這是一路以來都在漲的 這個我沒 我沒有告訴大家去買了 但是這真的是從今年以來一直在漲 好不好 這是今年以來 不要說這兩個禮拜是今年以來都在漲 然後一樣板卡 這兩天噴出也不要再追 但是拉回 我覺得投資朋友 你還是要去留意 如果你喜歡做一些波段的話 我覺得板卡的一個是蠻穩的 那當然首選是廣達技嘉 還有偽創 偽創我沒列出來 偽創最近也很強 對 偽創 因為他們比較偏向的是有伺服器的部分 那微星是比較偏向電競的部分 好不好 所以說這一點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 再來就是ABF載板 因為功能越來越多 他需要比較高階的一個 就像ABF載板這部分呢 來去整合他們的一個系統 所以原則上來講話 首選還是新興 因為他法能籌碼還是最穩 但是一樣嘛 我有教大家看嘛 我新興的K棒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新興我有告訴大家 你看新興我們從一百四十五元 這一天開始跟大家推薦 一路推薦 連這禮拜這禮拜 上半週在整理 我也推薦 那我那時候在節目上 還教大家看 我的目標價在哪裡 對不對 從一百四十五元一路漲 漲到上禮拜已經到一百七囉 一百六十幾塊在整理喔 那我還教大家看 我的目標在哪裡 導播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 那時候我怎麼跟大家講的 可以再把它拉長一點 我們看一下 你看喔 那時候我告訴大家 目標價在哪裡 我告訴大家 這目標價在 第一個目標價在這 這是大概一百九 然後這邊上面 導播可以再把時間拉長一點 再拉長 好 就這樣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 這邊是一百九 然後這邊頸限大概是兩百 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的目標價就在這裡 一百九到兩百 你看今天是不是來了 對啊 今天最高來到一百九三元 所以這就一直告訴大家 你只要買到 對的產業 對的股票 就可以簡單獲利 那還有一些比較低檔 轉強的概念股來講話 歡迎大家加入我LINE的群組 我再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好的 也請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了 謝謝建峰我們帶來那麼即時的分析 那連續兩個交易日台北股市出現了幾丈 下週行情如何看待 下週同一時間與你再會 拜拜